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高当我是为了 是 现在透过Facebook也可以收听榴莲台 只要你在我们的Facebook上面点击听榴莲台 你就可以收听得到我们的节目 同时也可以利用这个手机应用程式下载东盟传门或者DurianFM 你也一样可以收听得到我们的节目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最典型的 就是登入我们的www.durianfm.com收听直播节目 今天是11月3号 首先我们要为你送上的第一则消息是 在巴西这一边的事情 我们知道爱美是女人的天性 可是其实男人也很爱美的 在巴西这边男人就是一个这么样的说法了 因为男性在这一边是很多人都在做整形 整容或者美容这一些事情的 我们看到的一个消息就是说 今天巴西这一边的男人 每分钟就有一人爱刀 那爱刀是爱什么刀 就是在可能做一些小型的手术啊 或者是大型的整容手术等等都有 嗯 那其实男人爱美已经不是一个什么特别新鲜的事情了 你看自从寒风吹起的时候 寒风不是那个 是说韩国的 是韩国的这个风 韩国的这个流行啊 这个潮流当他们比较这个流行文化已经往全世界侵入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到原来这些韩国明星各个都看起来长得挺帅的 男的帅女的美 其实日本那个时候也哈日的时候也是差不多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并没有提到很多关于整整容的这个事情 但是寒风一吹起啊 就大家觉得说 哦原来我等你长成什么样子 你都有资格 有这个天分可以变得更美 是 我们看到的消息是在巴西这一边呢 其实在2009年开始就已经有72,000人的巴西男人去振兴了 然后到现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是翻了四倍 增长到276,000人 所以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就发现说 2009年其实说 Srenk说那个时候好像整容开始在全球盛行了 可是在巴西这一边就已经很多人了 因为毕竟72,000人不是一个小的数目的 所以我们也看得到说巴西这边人巴西男人他们爱美的地方是爱在做于他们做手术的地方是在于哪里呢 主要还是在他们做这个缩胸手术 然后另外就是抽脂啊之类的这一些比较小型算是比较小型的吧 比起在韩国这一边如果是做手术的话就是垫鼻啊弄眼睛啊 效果啊之类这一些比较 风险比较高的手术 在巴西这一边可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 可是还是比较盛行的 因为毕竟这个数目是挺大的 我们之前不是有看过一个巴西男生 他啊把自己的这个啊西方人的脸孔整成一个像韩国人一样吗 他脸头发也染成黑色的 呃这个他连自己的很深邃的这个眼睛轮廓也整成啊亚洲人的单眼皮 也可以看得出其实巴西男人对于美或者对于呃这个美的价值是有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然后呃其实对于这个审美观也是另外一回事情 然后啊还有他们对于就是也会追求美吧 只能说他们是对于美是有一定的要求 然后会赶赶的去追求 是但比较难想象的是竟然呃说凶会是男人的一个选择 呃其实挺好奇他们怎么说凶呢 是因为他们天生的骨骼股价是很大 然后需要把它缩小吗 不懂耶我我我我很难想象到我就说我我没有办法想象究竟为什么巴西男人就最爱的这个整容手术就是说凶 一般上我们听说呃女人去龙胸就听多了 但是男人说凶呃这个真的还没有办法理解是怎么样一回事哦 是是挺奇怪的一件事情 啊我们换一个焦点看一下啊 缅甸这一边其实呃也不不奇怪的一件事情了 呃缅甸这一边即将要呃开始 他们的大选的然后大选当然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有呃的很有很有话题性的一个人物出来的就是安 安三苏基安三苏基是反对派的一名领袖 然后他就是代表全国民主联盟在这个星期天的时候就出来呃做一个造势活动呃 呃当然他的一个他的名气一直都还在了虽然现在已经70岁了 可是他还是得到很多的这些民众的支持大家都上街去呃呼吁然后一起对他欢呼嗯 他就在这个时候出来了他就说人民的力量其实就是他的力量然后呃希望这一些呃这一次的选举不会有一些肮脏的手段 因为毕竟我们知道如果是知道安三苏基的之前的那一段历史的话就知道他那时候的一个遭遇是怎么样的 然后希望这个25年过后的今天呃这一个事情是可以呃正确就是呃很正很有正义很正确的去实行下去的 其实在90年的时候那个选举呢呃是有成绩出来的不过就因为军方的否定结果是作废的那在这一次呢他们就希望说呃看要动用到人民的力量吧可能但是人民力量怎么样都好你没枪杆子啊你就也挺困难的所以这个军方的本身是有枪有这些武器的所以如果真的这个选举出来结果 然后呃呃这些就是原本的军方呢不承认这个结果呢会造成什么怎么样一个局面呢可能就会有暴动或者冲突出现了是所以呃现在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问题啊虽然说已经25年过去了现在是一定是2015年可是呃对安三苏基还有对于其他的一些反对派的这些领袖来说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存在因为军方毕竟还是拥有武器他们还有枪呃完全是不能完全去信任 这些呃军人的因为毕竟呃就像我们看到呃一个政府拥有这些军呃军军阶或者是机械的话那是一个需要担心的事情了呃呃希望这一次的即将要开始的这个大选呃这个成绩呃不管是怎么样都好呃大家都可以和平的度过不过这个大选呢就是呃即使是呃 安三苏基赢的话他应该也没有办法成为合法的总统碍于他们这个缅甸的法律的一个关系他们呃是说如果是孩子是外国人还是你有外国的这个身份的话你是不能当这个国家总统的那安三苏基本身呢他儿子是英国公民他老公本身是外国人 所以可能这个因素呢会造成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合法的总统即使是胜选那这个情形如果发生的话又是另外一种局面的我觉得可能是不一样的会不会有一些呃修改宪法修改法律的一个情况出现呢这个可能还要到时看呃这个票数有多少如果还是军方占为主要主要多数或者是简单多数 那我相信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了但是如果是安三苏基的他们这个党派啊就是呃叫全民猛的嗯如果能够胜出如果只是以简单多数胜出的话那我相信也是非常困难的那除非他们是大比数非常大比数也胜出那也许安三苏基有机会可以成为呃这个历史性的通过这个修改他们的法律呢成登上这个缅甸总统的位置是目前看起来啊感觉上我们外界的人 是来说的感觉上这个安三苏基的胜算是胜算是比较大的因为毕竟他的支持者是很多的呃当然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title一个看法了呃呃我们现在换一个焦点看一下在全世界的关于环境的一些事情了首先看一下这个法国这一边就因为呃有有很多的青蛙他们会越过这个马路然后这个呃青蛙越过马路的时候可能就会不小心被这些交通工具 所以脸过然后就死亡了所以法国这一边就设立了一条青蛙隧道然后这个隧道就是要保障小动物的安全就是保障这些青蛙的安全呃为什么青蛙他要过马路呢就是因为在每一年的一月到三月的期间都是这个青蛙繁殖的季节 他们呃是需要越过这个马路去到这个呃因为水路交替嘛他们是两水路交替的两栖动物然后需要从这一个呃陆地这一边过去另外一边的池塘繁殖所以要过去池塘的话需要经过这个D86公路的所以D86的这个公路呃是交通很繁忙的一个一条公路然后他是一天平均有四千辆汽车来往的所以这些自愿组织 他们就觉得说需要建一个这一个青蛙隧道给这些青蛙安全平安的去过马路我很好奇哦这个青蛙怎么会懂要通过隧道呢是过路他也可能不会选他看难道那边有个指示牌这只让还是一个放一个青蛙的样子青蛙看了他就自己跳过去对其实也是挺奇怪的因为隧道只有一个嘛那大那大大路是很很宽广的对啊那青蛙怎么选只要选择这一个这一个地方才是这个隧道才可以安全的过去 也许是他们就随着青蛙的习性吧我觉得因为你刚刚说青蛙是两栖动物啊而且可能也喜欢比较阴凉阴暗的这个地方那相比之下隧道内他们可能制造的这样子一个环境那青蛙可能就喜欢这样子环境而宁愿宁愿就走里面好过就走上面吧是看到这个从这个照片看来的话这个青蛙隧道它里面好像是很多的这些泥土然后和水分就是很沼泽的感觉 是泥泥沼泽的感觉是青蛙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所以就可能透过这一点吸引青蛙走这个通道过去他们要去繁殖的这个祠堂了是所以要保护动物呢真的是要花很多心思的你不能只是做一些简单的东西可能还要了解他们的习惯是当然很多动物都拼临绝种了所以要保护动物的话是一个不小的一个动作了美国这边就有一个研究它就出现了一个结果说很多的动物是因为 人们过于捕杀然后环境污染所造成这些动物的数量急剧下降急剧下降的原因就是这些动物都死亡然后快要拼临绝种了其中包括很多的大型动物大型动物有哪些呢就是包括了像鲸鱼啊海鸟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大型的草食动物像大象各种的大象 如此像猛马像大型树类等等的这些比较大型的动物然后我们知道这些比较大型的动物如果是学科学的食物链的话都知道动物它死后都会就是变成biomath滋养这个泥土或者滋养在海底下的这些泥土然后就变成可能在千千万万年过后就是变成很有用的一些石油之类的像如果是在陆地上死亡的话这些泥这些尸体就会滋养这个土地 然后就滋养一些植物就形成一个食物链可是现在这些很多大型的动物比如说大象了他们都拼临绝种了那么世界上的大型动物就比较少了少了这些动物的话这个地球的一个生态刚才说的这个食物链就已经破坏了整个环境生态的健康就已经慢慢的被减少了这个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渔业还有农业的发展这些也没有办法是避免的 因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每一个国家他们都要发展所以这种发展尤其是高速的发展它肯定会有一些破坏很难做到两全其美最主要就是自己本身的那个部分先做好比如说不要乱丢垃圾不要浪费食物也不要杀鲁一些动物我觉得有些你看在一些国家 如果没记错好像是丹麦吧好像是有一些国家他们在每一年呢某一些时段会有一些庆典而这些庆典呢好像是以杀动物某一些动物为主比如说鲸鱼大肆屠杀鲸鱼或者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呢是没有没有特别能不能就是改变我觉得人类习惯本身是一个问题它并不是碍于只是怎么说呢环境的破坏 环境破坏也是因为人类习惯的主要所以先从自己本身的这个习惯开始吧我不能我不会说你不要去发展因为这很难很难去取得一个平衡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你去发展的时候你就做适度的发展但是呢我们自己本身作为一个文明人类应该要明白说当你乱丢垃圾或者是随便去砍伐森林树木等等这些 它肯定会造成一个很大程度的一个破坏那到时受伤的是谁肯定会到自己身上是当然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科学家他们主要提出来的刚才提到的两项破坏这个生态的事情就是过度的捕杀活动还有人类的人类造成的环境污染这个都是我们人类所造成的所以刚才又也提到了说这些事情还是会回来我们自己人类身上的因为毕竟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 所以种种种的责任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承担的包括现在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百兽之王我们的狮子王也是即将要面临绝种的威胁的因为狮子一直都是我们知道如果看过Lion King的话都知道狮子的一个形象是很高傲然后很就是万兽之王嘛然后他其实现在也是存他的这个存在也是慢慢的要绝迹了 甚至可能还会在就是要很快就要去绝迹了甚至可能很快的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会去绝种现在科学家也是提到了就是这个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他们有提到一些很多的方式去保护这些狮子包括要怎么去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原野是很多的这些牧场的这些人士他们去 把这些原野围起来然后饲养牛饲养他们的一些家庭出生的然后这一些就是导致狮子没有办法去捕食或者他的原野他自己活动空间就变小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去攻击这一个牧场里面的牛羊然后这一个也是让这一些市主他们农场的这些原主他就去可能为了安全问题或者是影响他收入的问题去射杀这些狮子 所以就导致有一个这样子的恶性循环一直发生所以狮子的数量可能就会这样子越来越少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另一个比较令人担心的就是病菌那一些细菌呢他会引发比如想像结核病或者是猫免疫缺陷病毒这样类型的就好像是艾滋病的病毒HIV但是他是动物型的这种HIV叫FIV的这种病毒 他会让狮子呢慢慢面临这种身体衰弱然后死亡的一种状况所以目前呢是没有任何一种疫苗呢是可以预防这两种病毒的这也是一些动物学家他们所担心会在狮子群里面所爆发的一种疫情那这个疫情如果一爆发的话他传染可能是非常快的因为动物本身没有这样子的概念他们不知道如何预防这些病毒那当然就要靠人类的一些就是动物学家 怎么去保护他们了是换一个价点看一下比较严肃的事情了我们在前几天的时候俄国的这个航空这个航班这个飞机就是在就是坠落了然后现在消息出来说是他在他是在空中解体的那为什么是空中解体呢因为他的这个飞机的很多碎片都散布在这个范围高达20平方公里可是他为什么会解体的这个主要原因还是没有查 其实这一个之前不是IS的一边就已经在星期六的时候就已经说了这一架客机俄国的客机是他们打下来的可是很多很多方面的就是很多方各界的人都觉得这一个好像不不太是IS能够掌握运用的这个事情因为说如果是说是IS机下来的话那也好像不太不太是 是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可是如果说不是的话那也不能完全否定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已经从这个估计从这个科学家来估计的话他是从空中这边解体然后就他的水片是满部的落在20平方公里外然后他解体的原因也未必是鸡蛋系下来的也可能是他的这些引擎这一方面的一些损失 就是他一些可能是爆炸或者可能是他的引擎故障而导致在空中解体的 嗯虽然说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组织呢已经是说他们自己是击落的但这个俄罗斯埃及也排除了这个可能性 我不了解为什么他们是自己什么原因而排除这些可能性根据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情况就是如果是IS他们就这个武装分子他们自己做的事情呢他们会出来否认啊会出来承认是如果不是他们做的他们即使人家问到他们会否认嗯 所以看到一个情形是呃目前所了解就是武装分子呢他们会只要是他们做的他们非常乐于去承认他们做的东西而且他们觉得proud of it觉得很骄傲那这件事情他们竟然会出来承认所以不懂啊就是如果根据之前的这些例子看起来可能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是不可能不能够完全排除当然有可能也是一个假的为什么呢就是这些武装分子呢就趁机 想让人家觉得说他们做了实力很强对实力很强我们竟然有这样子的地对空导弹可以把飞机击落还是怎么样的一种这种武器所以他就让人家让他敌人感到害怕也许这些就是声东击西的一种做法那当然呃这个就你看就是当俄罗斯和埃及排除的可能性的时候会不会当中呢也也加入一些政治因素还是一些什么安全国家安全性质的一种考量呢 这个我们也很难说的一个准所以我觉得说最主要呃什么原因被这个飞机罪毁呢当然是要查个清楚那如果是可以给大家知道而不制造恐慌的话那我相信最好还是公布出来但是如果真的这个消息一公布出来制造更大的恐慌的话那也许我认同一种做法就是宁愿把它先收了起来不要向大众公布 不然这种造成恐慌的情况呢反而达到了某一些心怀不轨的人的一些目的